最新基因编辑霸王龙 恐龙作记中的劳斯莱斯 想想恐龙满街跑的画面 目前不可能实现 那还需要多久 科学家能克隆恐龙吗 复活恐龙有希望了吗 本期大课感情文话题 克隆恐龙技术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在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中 科学家利用琥珀里 困住的远古文字体内的血液 提取出恐龙的DNA 将已绝迹6500万年的 史前庞然大物复活 DNA是克隆恐龙的必要条件 但研究人员至今 从未发现过恐龙的DNA 不过有意思的是 他们在恐龙骨骼中 发现了一些神秘的DNA片段 但科学家无法对它进行基因测序 我们无法恢复它 也无法对它进行描述 因为在恐龙骨骼中 发现的神秘DNA属于谁 还是一个谜 目前还不知道这种DNA 究竟是恐龙的DNA 还是其他生物的DNA 比如微生物和蚯蚓等 智利大学一个团队 对恐龙骨骼和生理学 进行研究 发现兽族类恐龙 和现代鸟类有关系 尤其是和鸡类相似 或许一些鸟类 是恐龙计划而来 恐龙与鸟类的DNA序列非常的相似 甚至契合度达到了80% 虽然从恐龙身上没有提取足够的DNA 但是现在已知的DNA序列是有关系的 这也就证明了恐龙是鸟类的祖先 这也说明有了一个理论的证据 这对于科学家来说可是一件相当震撼的大事 而为了证明这一猜想 科学家们也在不同的地方 去找埋在各地的一些恐龙骨架 让他们的猜想得到更加让人心服的证据 所以根据这一发现 我们可以知道 狮族鸟的祖先很可能也是恐龙 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裔 从恐龙到鸟类的过渡过程非常的散乱 而且鸟类在进化的早期 需要形成前额骨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鸟汇 且说十足鸟有翅膀和羽毛 但是抛开这些你们会发现 它们看起来其实和恐龙非常的相似 甚至骨骼也非常的吻合 我们来假设一下 如果研究人员发现了完整的恐龙DNA序列 它们将拥有完整的恐龙基因组 可以利用鸟类来帮助克隆恐龙 但是这种动物能在今天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下来吗 至少要有5000只恐龙个体 才能够创建一个具有遗传多样性的可持群众群 又该把它们安置在哪里 这些问题等着人们去解决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